大家好 中国恒大是准备要卖房子卖地出售资产 先看这段他的公告 昨天的公告 中国恒大集团就是本公司 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本集团的董事会 注意到本公司及本公司上市附属的股价 股份价格及成交量上升 也注意到近日关于本公司及附属公司的传闻 本公司仅此通知本集团股东及投资者 本公司正在接触几家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 出售本公司旗下的部分资产 包括但不限于出售本公司上市附属公司 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及恒大物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权益 截止本公告日期 尚未确定或订立任何具体计划或正式协议 唐有关该等计划或最终协议得以落实 本公司将进一步公告通知市场 这是成董事局命 中国恒大主席许家印 那么恒大汽车这边呢 基本上也是一样 就是中国恒大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也是本公司的董事会 注意到本公司股价 价格及成交量上升 也是恒大汽车 他也是什么啊 本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恒大集团正在接触 潜在独立第三方投资者探讨有关 出售其他部分资产 包括其持有的部分本公司权益 这个本公司指恒大汽车 恒大集团基本上是确定 现在是要卖自己的房产 出售自己的资产 然后出售自己的恒大汽车 就是新能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这个是基本上出售这些公司 说要干嘛 基本上就要还债 对不对 网传一份 这个接盘侠 这个接盘名单是谁呢 包括这个珠江投资 广州城口 月秀金控 华润 网科 保利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这个按照这个部分 这个机构投资者预计呢 恒大会出售非地产业务 非地产业务 这一块的价值是大概800亿美金左右 但是 所有的这个投资机构者都表示呢 虽然恒大旗下的非核心资产不算差 现实的问题呢 就是恒大愿意就是接受多大的折扣 你肯定不能按800亿美金这个市价 你卖给人家这个接盘的肯定你得打点折嘛 对吧 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你要是按照现在市场价格 对吧 就是基本上不会有这个投资人 人家是做买卖 对不对 人家是买了你的企业 我是要赚钱的 你要市场价的话 谁都可以买 对不对 所以说他们这些 你肯定是要打 就给我一些折扣 对吧 我买完之后 还不一定能够赚钱 我待会为什么跟你讲 为什么不一定能够赚钱 就是说你肯定要折扣 对吧 你不折扣的话 你像他们就说 市场这个 你像那普通 一般投资者基本上都不愿意接受 这个国企 国企也不太可能 我刚才说了 为什么就是说你现在他接盘 就是如果有人接盘一定是国企 你看恒大汽车 恒大汽车 现在他是什么 就是2019年 2019年 他是进军这个能源汽车市场 8月9号晚上 恒大汽车发布2021年上半年盈利预警 预计上半年净亏损48亿人民币 是去年同期净亏损24.5亿元的两倍 公告称说什么 中国今年上半年亏损 主要是由于拓展新能源汽车业务 该业务目前处于投入阶段 购买固定资产及设备研发等相关费用 增加及利息支出较大 公司将于8月底正式发布上半年业绩 就这个月底发布上半年业绩 知道这话什么意思吗 现在恒大这汽车 基本上还都是属于买买买 在这个就是还都是布局产业链 比如技术资质电池销售人才 现在还都是处于投入阶段 现在还都属于烧钱阶段 高科技的东西 你记着没有钱往里砸 你是不会出成果的 这种新能源汽车属于就是什么 前期要是大量的巨大的 这种投入 投入什么 不就钱吗 对不对 大笔的钱往里头 而且回报期非常长 对吧 数年之内基本上就是往里头钱 基本上它不会什么产生任何效益 这就之所以他们那些 就是接盘的那些人 你也要考虑这一点 你公司就是试生产量产计划 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多少次延期了 对吧 如果能不能量产 现在基本上都不能确定 而且今年还有人就是 人家四月份啊 就是有在微博里就是有报出来 今天四月份恒大汽车 有个恒池系列 九款新能源车型 集体亮相上海国际车展 对吧 有这个往车展去的 这媒体人是微博上人就爆料 就是说拍摄的恒大汽车 恒池电动车那个车 样车底盘的时候 发现底盘全空 没有悬吊系统 也没有刹车装置 干嘛 你就给人展示一壳嘛 是吗 说一下恒大这债务啊 这个两万亿啊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办法解决 除非这个国企上 国企给你接这盘子 但是这个 去年 你知道去年八月份 我以前的节目也收过啊 就是网上不是流传一封 就是那个恒大请求那个广东省帮助其那个借壳上市那一封信嘛 然后他随即他又否认哎 这个这个是谣言 其实那封信就是恒大他自己写的 放到网上流传出来 他自己就否认 他那封信里主要是写的什么 就是让广东政府啊 就是帮助其和深圳房企啊 深深房借壳上市的问题 信中他表示他有一笔啊什么1300亿的人民币的债务 今年到期 今年初到期 恒大呢 没有资金还债 啊 他那个信里写呢 就是说如果广东省政府如果不帮忙的话 不能解决这个债务问题呢 将会引发系统性的这个风险 还有工人失业啊 房屋业主维权呢 就是到最后就会发生这种社会事件 对吧 最后呢 就是广东省呢 就是政府基本上就是出面 帮这恒恒大呢把这个这笔债呢 变成股 就是债传股 原来债主子呢 变成恒大的股股东 就算先暂时先把这事呢 就先抹了 先抹过去了 对吧 恒大你这么做 其实呢 这后果非常严重 然后为什么 第一个你得罪了 就是大大大大陆那些金融机构 还有那些就是给你融资的机构啊 没有人敢跟你再给再给你恒大 再借钱 为什么 你到时候不还钱 再来一个债转股 本来我是债主子 现在变成了股 那个股东了 对吧 这是得罪了资本 资本这一方 另一方呢 就是恒大 他就是把这个 就是政府 把这共产党 他也得罪了 对吧 这个你看表面上 他说是向这个 共产党求救 他说什么 就是如果你不帮忙的话 将会发生 金融风险 工人失业 什么房屋业主 维权这种社会事件 你要干嘛 你威胁我吗 你敢威胁共产党 啊 什么的 你你不救我 恒大就会出现什么系统性 金融危机 你敢你敢威胁共产党 共产党是靠威胁别人起家的 你想想好 你以为你是太大不能倒 前两天那不是也是有人 就是那个官媒 那个就是写那个文章 就是就是警告阿里巴巴 不要因为你是太大 你倒不了 你不要学那种 就是韩国那个财阀啊 在中国没有什么 too big to fall 大而不倒的 中国中国最大的就是共产党 啊 让你倒是分分钟钟的事 啊 个人认为现在基本上恒大就是以死死局啊 就是你又得罪了资本方啊 融资方 然后你又得罪了中共啊 中共现在基本上也不会给你站台了 对吧 国际投资也是不看好你恒大 对不对 呃 他这个你看英国金融时报8月4号消息上 国际投资者近来对大陆中国恒大证据的做空啊 压住增加于一倍 就说明恒大面临的市场情绪进一步恶化 对不对 啊 你现在这卖资产 卖股票啊 卖公司 然后你就套现吧 套现还债 对不对 呃 然后他现在就是中共产党给恒大面临的债务困境定名定性是什么 他是流动性问题 不是资不抵债 到底是不是资不抵债 那你就你们自己看 对不对 那你你接手以后你看一下你是不是资不抵债 对吧 恒大如果按照现在商业规则你破产的话啊 基本上150家放贷银行会波及 对吧 大家还记得那个雷曼兄弟吗 那那个是怎么样 对吧 中共你出手你撑着恒大啊 接着让银行继续对就是对好恒大接着放放放贷 恒大就是一个无底洞 你有多少钱你你多少钱你能填这两万亿的窟窿 你自己的你经济都吃不消 要不然你说微国有半国有稳住恒大 对不对 你到最后还是弄一次不下 你还是接着还得往里填钱啊 现在他问题就在这 中国共产党啊就政府他想接盘那一块烫手的山芋 对吧 你接着之后还得往里亏 还得往里投 对吧 还得往里填 就刚刚像我说这是一无 这是一无底洞 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个人觉得这真是一死局啊 too big to fall 没有too big to fall 这个不是美国那个波音向那个闹疫情那时候政府出手什么的 对吧 没有这种 中国没有too big to fall 大家记着我这话啊 这段先到这儿 我们先到这儿一路都找到了 他们他们在那儿 那我先到那儿